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团队 我的舅舅助理 然后还有我的粉丝朋友们 我好多内容创意的点子 其实并不是一开始我就有的 就比如说我刚刚说的 我想要做一屋一生的这个系列 当时拍这一个系列的视频 也存储偶然 就是一个老师 他在那个评论下面留意人 他说他们班的孩子 以为水稻是长在树上的 当时我一听这个就不干了 水稻怎么是能长在树上的呢 所以后来就想着说 如果能让小孩子 他们知道他们吃的每一粒食物 他们吃的米饭是从哪里来 能够让他们了解到 人与自然这种和谐共处的重要性 所以说做了这件事情 其实当时还没有这个名字 没有英文一生 其实就是拍了 那在这个过程中 你看我在春天的时候 就比如说我要种辣椒 番茄 茄子 豆角 这一大片的东西 我需要了解他们每一样种子 发芽的时间 其实我的摄影师就在下面 他们他知道 就是我的 基本上说太复杂的视频 像这一类的视频 我都是没有脚本的 那我们在记录这所有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在我的电脑里 会有无数的文件夹 每一样做物 他在不同的生产阶段 我全部会把它整理归类 做内容并非依照一息 他也不是说你可以快速获得 就是你想要 就是这个社会 它需要一些快散性的东西 但是也是需要满汉全息的 你也是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去打入 去沉变 有一句老婆话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我觉得做内容也是这样